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语王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吸引力法则 上个星期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什么是吸引力法则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如何正确的输入这个关键词 也就是说如何加对意念才能达到梦想成真 那每当我拍吸引力法则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在下面的观众朋友留言里边 说的最多的一个留言就是 我每天都想很多人都想成为富翁 可是现实是非常残酷的 当我穷得连碗面都买不起的时候 那我又怎么可能去相信呢 那其实这个点也就是我之前的视频说过 就算大家都有魔法 但是还真的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用 这也是穷人与富人的区别 什么区别呢 就是我们输入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 那穷人就可能就当我们真的没有钱买这碗面的时候 我们就悲伤难过痛苦不相信信念毁灭 对不对 那当真正想要变成有钱人的人 他会怎么想呢 我应该如何去得到这一碗面 我应该如何可以有钱去买得起这一碗面 这就是不同的两个输入关键词的一个方式 我们每个人都想变成有钱人 这是一个我们远大的梦想 像我跟大家说过 我总是会给自己定十年的愿景 十年以后我的大方向是什么 然后再往后推 再往近一点 这一年我的目标是什么 这半年我的目标是什么 这一个月的目标是什么 这一个星期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我会根据这个大方向来去寻找我应该去做的事情 可是现实生活 我们每天也是依然会围着我们的锅碗瓢盆去转 对不对 那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点点滴滴 我们会的我们不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各种各样的小问题 所以其实真正的发意念呢 我们大概就是分这两个大的方向 一个是有规划性 有目标性的去发一个意念 一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点点滴滴的小困难 当我们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发意念 我记得在上个星期 我们群里边正在上这个时间管理课程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观众朋友就来 有一个学员就来问我 说一望啊 我现在呢就是有题 我不会做啊 我好痛苦 我好难过啊 由于我不会做 所以呢我就特别不想做这个题 你说我现在应该如何可以去掉这种情绪呢 当我讲到这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在里边 他说由于题不会做 所以他有情绪 搞得他不想去做这个题 然后问我如何去去掉这个情绪 虽然听上去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非常普遍的一个案例 但是大家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 就是你题不会做 与你的情绪是没有关系的 你不会做这个题 就算你没有了这个情绪 就算你特别特别想要去做 你依然不会做这个题 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你不会做题 你要去问老师 问同学 去看书 去学习 去不停的研究 你才能把这个题给学会了他 而不是说 哎呀我的情绪啊 我如何去去掉我的情绪 我才能去 我才愿意去做这个题 这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我们日常 我们很多人 都是把这个给搞错了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花大量的时间 去沮丧 痛苦悲伤难过 花大量的时间去浪费在我们的情绪上 但是实际上与这个物品 如何能吃到这碗面 如何能买得起这碗面 如何能挣到更多的钱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经常会听这样一句话 有钱人永远脑子里想的是 我如何可以吃到这碗面 我如何可以得到答案 我如何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正确的关键词 所以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看出来了 我们普通人大多数都会浪费很多很多时间在情绪上 而真正非常有目标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实际操作上 也有学员跟我说 以往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我每天只是花大量的时间去想 加意念 天天坚信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着重在做上面 我之前不跟大家说过吗 我们的人世间就是阴阳八卦图 虚面和实面相结合的 我们的意念发出去了 它会给你调动机会 但是你也得做才可以 如果当你看到一碗面 你想要去吃它的时候 你的面前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种选择 让你拥有足够的钱 或者让你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得到这一碗面 但是问题是 你得要去拿 你得要去做 你得要去思考 你才能真的得到这一碗面 对不对 因为我们生活在人世间 这都是物理层面的东西 你不去做 你又怎么可能得到呢 所谓的吸引力法则是什么 当你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念就已经发出去了 而它就开始各种各样的给你吸引来 各种各样的条件 去具备这个 让你得到这样东西的条件 然后你可能就要思考了 我如果真的想得到这个东西 我是否愿意去接受这些机会 当你接受这些机会了 当你拿到这些机会了 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你了 其实特别是在我生命中 我遇到很多很多次 就是很简单 我经常拿名牌包包来做例子 对我女孩子来说非常容易懂 就是说我特别想得一个香奈尔的包 比方说 一个香奈尔包外边卖 哇好贵啊 都是就是八千九千一万以上的 现在都是挺贵的了 那可是我又觉得特别不值 可是我又特别想要去买 忽然间出现了一个三千五百块钱 原价八千多块钱的包 它就是二手包 但是像新的一样 是限量版的 就是降到三千五百块钱 那就在这个时候 我很明显的脑子就会知道 OK 这个就是宇宙给我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发出意念了 我想得到这个东西 而且又想很便宜的去买它 可是三千五百澳币 对于一个正常生活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贵的一个价钱的 对不对 甚至可能我们没有必要去买这个价钱的 但是由于我曾经发出这个意念 它让我实现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是否愿意去付着三千五百块钱 去把这个包买下来 如果我把它买下来了 我的梦想就成真了 如果我没有买 那这个梦想就等于是被删除了 对不对 因为我发出意念了 它就来到我身边了 但是如果我不付着三千五百块钱 这包是不会到我手里面的 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也是一样的 我们发出意念 记住当你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东西 遇到任何困难 不要是痛苦沮丧难过悲伤 或者是提判 而是去思考 我应该怎么得到它 哪里出现了问题 我下次应该怎么做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答案就已经在朝你飞过来了 答案已经朝你在聚拢了 而在这个时候 你是否要去接受它 取决于你自己 可能相对来说 你接受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在这个时候 可能有的人说 一望 如果你愿意花三千五百块钱的话 你随时就可以买到 那你又怎么说 这是吸引力法则呢 大家要明白 有些时候你有钱都不一定正好碰上一个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款式 就是你想要的那个颜色 就是你能给得起那个价钱 所以说有很多东西 其实你当它来的时候 我心中非常的清楚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 因为它的出现就和你脑子里想的 是一模一样的 它就是这么神奇的 所以基本上在这种情况底下 有时候我会犹豫 但是在我犹豫的过程当中 我会问我自己一句话 你曾经发出这个意念的时候 你有认真思考过 这东西确实是你想要的吗 所以我们人经常随便发 我想要这个 我想要那个 我想要来这个 那个的 就经常胡思乱想 其实这个时候 当你想的时候 你脑子就已经在启动了 很多东西都可能在 在往你身边出现 在往你身边去掉 可是你是否真的让它梦想成真 取决于你自己的行为 就是你是否去接它 你是否把它纳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它才能真正的梦想成真 所以平时呢 为了不浪费我自己的精力 或者是不浪费我生命中的这些能量 我一般情况底下 我也不会随便的去加一年 哎呀我想要这个 或者我想要那个 我什么都想要啊 整天胡思乱想 我一般不会这样的 那我所想要的东西 大部分都在我这十年规划当中 就是我给自己的安排 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人生 我对我的生活的style 就生活的这个质量 给自己安排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想把我的生活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标准 我想把我的这个生活环境 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这都是在我的十年规划里边的 所以我每一样东西 它是否应该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我是否有条件能接纳它 这都是已经是在我考虑之内的了 所以它一般出现的时候 我虽然也有认真思考 但是我都会去接纳它 因为它就是在我的梦想成真的这个列表里边 所以每当心理法则在我生命中去显现的时候 每当我的梦想成真的时候 我总是在心里哇好欣慰啊 我都会发现这个法则在我们生命中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而我们每一次想要得到答案的时候 如果这个意念发的是对的话 它就会精准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 像刚才那观众朋友说过嘛 就说我连碗面我都吃不起 我该怎么样去 我又怎么可能变成有钱人呢 有很多人都不是一下子一夜暴富的 可能我们每个人梦想中都是想着一夜暴富 其实也有 这实际上很多人中奖卷的也有很多 可能在你生命中最幸运的那一刻 变成梦想成真 一夜暴富的都有有可能的 但是由于它来的快 它可能去的也快 所以我们不否定这个几率 但是我依然希望大家在还没有这个机会 还没有来之前 你最好是先把自己给训练好 比方说有更好的理财理念了 有更好的就控制自己的开销啊 有更好的计划你的财政了 那至少有一天你忽然间暴富的时候 你有这个能力去控制这笔财富 而不会让它来的快去的也快 因为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就说很多那些中奖卷一夜暴富的人 到最后80%90%的人 可能都回归到了贫穷 甚至要比之前更穷 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理财 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正确的去运用这笔钱 所以运气是一回事 财运是一回事 但是你能不能保得住它 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那我们当然希望的是 我们可以在一个正常的平衡的能量底下 就是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 我们就挣多大的钱 然后在这种平衡的情况底下 我学更多 我挣更多的钱 我有更大的本事了 我再挣更多的钱 这样的话你才能抓得住这个钱财 这样的话你才能稳稳的往高处爬 要不然很多人说 哎呀我生命中没有酷 有的人忽然间在生命中得了一大笔钱 后来就消失了 或者说赔掉了 然后他就说啊我命中没有酷 这个钱不应该属于我的 我命里边没有这笔钱啊 大家会不会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 对不对 其实这与命不命没有关系 是因为你的财商 没有本事去控制这一大笔财富 所以你就很容易失掉这笔钱 它在心态上 技能上各个方面都会受影响 有的人说哎呀怎么可能 我有一大笔钱了 我怎么可能就是会挥霍掉呢 其实我在这里讲 大家不一定能明白 但是实际上当一个穷人 忽然拥有一大笔钱的时候 他是非常焦虑的 而他的这种焦虑会影响他的理财 而这种理财的理念 如果用的不对的话 很容易就会把这笔钱都赔进去的 所以说世间万物讲究的是平衡 我们不要单单只想着 我怎么怎么去发财 同时自己要努力去学习 OK 那如果说我想变成有钱人 首先我得要学会 如何做一个有钱人 那一个有钱人他的有理财 他有这个挣钱的技能 同时也有理财的技能 但相结合 才能真正的稳稳的抓住这个钱 而且如果你的技能学的越多 你的钱财也随着增长 这样同时增长的情况底下 他是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的 那可以说你这个杠杆 这个平衡杆 如果你抓稳了的话 你想走的多高都可以 你想拥有多大的财富 也都可以 因为他是技能与财富 运气与实干都是平衡的 而只要你能把这个平衡给稳稳的抓好了 你就可以一步一步 扎扎实实的成为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而不用去担心什么有一天 哎呀忽然间我的运气不好了 我的钱就赔掉了 我钱都丢掉了 或者说什么 我生命中没有酷之类的这样的话 好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正确的输入关键词 让我们真正在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的小事上也好 还是我们的总的人生规划也好 发出正确的意念 输入正确的关键词 然后得到我们真正想要的答案 让我们梦想成真 好今天讲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开旁边小铃铛 才可以及时的收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